首先是何佩章 作為一個橄欖球選手 然後又是作為我們隊的副隊長 他的整體的綜合實力是最強的 所以我希望能夠保他 第二票是劉浩然 劉浩然雖然是後面才加入我們隊伍之中的 但是他的綜合的實力 在我們隊伍中 除了何佩章是最強的 我先說我對於這兩個隊員的表現 我覺得何佩章是一個非常有陽光 非常有正能量的一個隊員 如果失去他了 我相信你們的笑容都少很多 我捨不得他 所以我希望能選他 劉浩然 昨天表現非常好 他完全就是把你們的分數不斷地去拉平 作為你們的艦長 我必須要從比賽的表現出發 用我最公平的選擇 我選 我選 刘浩然 劉浩然 你們的戲份總沒有了 不活卡 但是他們要看他們救不救 拯救拳要用 不要 现在还有三个拯救拳 你们可以在将要被淘汰的八名队员当中做选择 有没有人使用拯救拳 首先有一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请教建长 就是我选择我这个救人权被救的队员 他的归属是在哪里 应该很理智 导演组来解释这个问题 今天过后所有的分组将变成四个 也就是说最低的队员人数是八个 最高是九个 以行使拯救权 这个队员将归属于你 我希望建长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和 我的队伍共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可以 我觉得他们不会救 我觉得他们会救 我觉得不会救 九个人呐多一个人 我觉得这这轮不选 对我也计算 从下一轮 下一轮 对那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 保留我觉得最后两个权利 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 有吗 再观察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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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区 我们的决定是暂时保留 嗯我们团队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我也选择保留 这个队是保留啊你也保留 新英伟 刚刚我们也商量了一下 也先保留 好吧 那就告别吧 请二队的成员上海 与队友做最后的告别 小河救不了了 我们没有那个权利救的 加油小河 加油 嗯 其实我对这个决定这个选择 非常的 我觉得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是 上一场比赛是我的责任 没有让我的队友 得到更好的机会 没有为我们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非常的自责 但是咱们都到这儿了就 聊点开心的嘛 对吧 我觉得 导演组放这个音乐不太适合我 可能要放一个好运来 因为我 我感觉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然后我想把我的好运 都给你们带过去 好吧 好 好 最后一句 冲 加油 加油 好棒喔 好棒喔 謝謝 你做到了 來吧 Hu! 方號沒有了,就證明隊伍已經沒有了 有點像士兵出擊裡面的 剛齊聯被解散的時候 只留下了聯長高成和許三多 兩個人,正好我們是我和號長 在接手著原來的這個老聯隊 就那種感覺還是很難過 那麼接下來有請排名第一的隊長 優先挑選隊員 希望我們的整個團隊裡面 有兩到三位是力量選手 三位左右偏向於賴的這種選手 會有一到兩回這種綜合性的 這是我大概的一個方向 蝦海斌 想問一下,你為什麼拒絕同账號呢 因為我們是同類型的選手 然後在攀爬這個領域的話 我已經很強了 所以我更希望我的隊員來自 不同領域的強者 我接受 你接受 登山選手他肯定是各方面 身體素質是比較綜合的 蝦海斌 是我選的第一位選手 大家都不要打 我了解過他也是一個漢爬的 獲得了第八名 而且他身上腹中的是七公斤 所以說是個寶貝 馮莉 我第一位抽到的 正好是大家看起來都可能不太看好的 就是非常瘦瘦小小的一個小女生 馮莉 但她個子太小了 可能在絕對的重量和絕對的速度上面 都不太特別大的優勢 她這個個子小 她速度就靈活 我一定是要能力互補的 在團隊裡面配置一些什麼樣的成員 組成一個什麼樣的團隊 其實是有一個計劃的 所以張宇航的出現 他沒有就是在我這個計劃裡面 我們需要一個力量運動員 我們倆力量都不夠 其實前兩個的時候我還在猶豫 但是當我慢慢選擇選擇 我就發現該有一點策略 整個規則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邏輯 是如果都被大家拒絕掉了 那這些人就會自動地不位到哪個隊伍裡面 大家好我是蔣婷婷 是一名花樣游泳運動員 因為他們是水里的項目 在陸地上很不在優勢 所以應該都會被拒一輪他們了解的 因為花樣游泳運動員 他一直游泳運動員 然後可能這個項目上面 可能他的上肢是有一定的缺缺的 剩下的整個人數都還挺多的 我其實沒有想過會選不到我計劃中的人 但如果真的剩下的人越來越少 一直沒有搖中 我也會隨機應變做一些調整 聽說肯定要選那幾個練功的費者的 還有跑酷的那幾個 我恰恰不會特別去學那種 因為這是一個團隊賽 他們個人意識太強 屈小兵 這個是你第一個 一來就選的人 你們說好了嗎 我對他有一些了解 今天我們兩個一起來一個同步的雙手上橋 然後我也知道他是一位能力比較強的運動員 好 理解 有計劃的 拒絕 他是一個拳擊學手出身 可能他的技能方面是非常完善的 但是他的身體的靈活性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馮麗這樣的接手接身的學手這樣強 他的絕對力量又沒有可為比他們那麼強 所以在體能方面 所需要具備的一些數字 其實我的其他隊員是已經具備的 所以我就選擇了輪孔 拼個主打的就是一個嚴格 主打的就是一個平衡 中衡 女生在我的隊伍的機械社 正常的就是我正好需要她們 並不是以性別來分能的 而是比如說像王玄玲 這個肉杯型的女戰士 那很多男學生 其實身上能力更不如他 所以跟性別沒有關係 我怕的是整體的一個人 我們現在在那邊 把兩個壯漢就完美了 就一號兩個槍 我來就OK了 我們再咬一個 我們現在 咬一個打理屎 對 現在是理念什麼要的嗎 我們現在就是等 我們就等 如果沒有撞到我們就不要 一直過 過了最後那不行 等了之後安排給一個 他就是在這個UFC比賽的時候 咬一場比賽 被對手卡住脖子 即便就是已經被他卡的 沒有意思了 但是他都沒有去拍地 或者是拍拳的時候 去說我要放棄比賽 一個團隊裡面 有一個這樣的成員 會給我們很大的這種力量 一起去拼搏 你需要從你的隊伍中 請走三位 好三位呢 讓他選出幾個人 很尷尬 非常尷尬 我原本的隊伍只需要八個的 但是當我聽到了有十一的時候 我就知道有心的人 已經選擇了我 而且我老的隊員都還在 所以我就想在中間的 這種取捨不太好做 所以我當時心理壓力非常大 24號 謝謝你 每次我都是被其他的隊員嫌棄 很受傷的 兩次 兩次都是我默默地下棋 走到底下 很傷心的 24號就是被嫌棄 哎呀 看你隊員 年紀太小了 19號 長姐 謝謝你 然後隊員已經有一個 cross feet了 你選誰 蛤 你選誰 選你 選個男生 我們一起選一個男生也可以 前提是那個男生也要選我們 當 朴震華 秦愛禪離開這個團隊的時候 我的第一反應是很失落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因為他報名參加了這個團隊 我想我也是剛跟他講了 就是代表cross feet了 能夠走 能夠走多遠就走多遠 你如果淘汰回去訓練 我也回去訓練 然後我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共進隊 王勳林和陳愛禪 本身就是同一個賽道的隊員 他們的能力本質上是同質的 我會更加信任於我原來的隊員 救生他可能會藥吧 豆豆 對不起 果然还是痘痘 我以为痘痘不会走 很现实地要考虑之后的比赛出面 因为我觉得队长他是那种 他会为自己的团队考虑的 所以他不会说勉强 因为我选决一定是为了能够到这个队伍走到更远 我们队伍里面会非常缺乏一个耐力型的选手 正好这个时候屈娇娇出现了 屈娇娇是越野跑的选手 而且拿过非常多的名词 也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他的出现弥补了我们队伍中的耐力 这一下的一个抓把 恭喜谷真华 六队重组成功 目前满圆 队长 海平 不要 不要用 不要用 但是给别人 给我们增加压力 对 帅兵 请问你是否要使用拯救权 不使用 我保留 我也保留 我使用 要救谁 李景亮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队伍还是七名选手 我们需要一位综合性比较强的选手继续加入我们的队伍 恭喜李景亮现在可以归队 加油亮哥 我让你跟他在一起 你自己帮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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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正义帮我们把神机打好我可以自己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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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走我来帮你打 ok 然后我们三个我你随便跑来跟十人 好 没问题 我们跑过去 我们三个在那边 真一在这里铺板 投一拿板就运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无忧 跟他就配合大板挂挂钩 然后你们两把沙袋运到这里来 ok 这边就听你翻你 那边就听我翻你 ok 没问题 没问题吧 没问题 第一关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主导的话 就是比较分散 说说齐局输了 第二局的话我觉得就要分工就要明确了 因为我是部队出来的嘛 一定要去执行这个命令 来来来把手 诶 先把绳子理顺 真一技的话 大家以前是学过这个绳索的 也是它的强项 我是对于我的一些绳子 还有指导能力是有一些信心